嘿嘿 欢迎来到好孩子学院 我们都是来报名的 好 不过啊 要通过这个测量级的测量 只有测量100分才能入学 这还不简单呢 我是好孩子我先来 60分 啊才60分 那我是不是不能进入好孩子学院了 对啊 不是满分就不能入学 下一位 我是好孩子的丈夫 我来 80分 啊 我竟然才80分 那不好意思了 你也入不了学 哼 你们两个都不是好孩子 那我来试试 哼哼哼 靳靳你还要试吗 当然要试了 100分 100分 我就说我才是好孩子吧 怎么可能 他竟然比我都高 只要能得100分 哼 刺浪姨都说我是满分了 恭喜你通过测量姨的测量 耶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好孩子学院里面的好孩子了 走 我们走 走 不是好孩子 不是好孩子 唉呀 小花 你别生气了 我觉得你是一个好孩子 学医学又好又讲卫生 可是测量姨说我只有80分 那测量姨肯定是坏了 走 我们找花神 走 哎呀 怎么可能呢 我的测量姨是不会出错的 可是测量姨只给了小花80分 肯定有问题 万一静静比小花好呢 怎么可能啊 那这样吧 我们好孩子学呀 起上公平公正 走 去哪儿啊 去带你们看看静静的表现 行 走 我就说我是好孩子吧 他们还不相信 3加2 等于7 还有什么 花神看到了吧 静静啊3加2都不知道几 这一件事吧也不能代表什么 是不是 再看看 怎么写错了 4加2都写 3加2都写 花神 静静啊 这也太浪费了吧 还乱扔垃圾 看到了看到了 妈 你看我都不会浪费本子 更不会随手扔垃圾 你们说的这些都算 再有一个 如果他再有一个 我就取消他的好孩子学院入学资格 作业好难写啊 不想写啊 这个糖好难吃啊 换一个 看到没有花神 又乱成垃圾 我要取消他的入学资格 静静 怎么了 给我 啊 敬你小朋友 你已经被取消了入学资格 为什么呀 我这可是高入学 因为你的坏习惯实在是太多了 不适合我们好孩子学院 把你所有的坏习惯改掉后再来吧 那好吧 好孩子皇冠 好孩子皇冠 应该属于你 嘿嘿 太好了 好孩子们 一定要保持好良好的生活习惯 这样才能进入 好孩子学院 欢迎哦 喂